東鐵線過海段這月15號通車 列車由紅磡站過海經匯展站再到金鐘站 成為香港第四條過海鐵路 貫通新界東北至港島 過海時間大為縮短 紅磡站去金鐘只需7分鐘 快了12分鐘 上水到金鐘只需40分鐘 沙田去銅鑼灣過往要轉3次車 現在只需轉一次省9分鐘 金鐘站會變成四線匯聚的超級轉車站 荃灣線、港島線、南港島線和東鐵線都會在這裡轉車 票價方面仍然是同區不同的 例如黃竹坑站到黃國東站要15.2 但到黃國站就只需12.5 相差2.7 車程的組合的出現 而乘客也會因應自己的需要 選擇它不同的車程的組合 在我們今次東鐵線過海段開通 我們只有一個新站 就是匯展站 匯展站只是對匯展站有關的票價有所畏定 其他的票價是沒有改變的 12卡車回復亦到這個星期五 由9卡車全面取代 港鐵說 東鐵線過海段通車之後 會使用新的信號系統 繁忙時間班次最密會由現在的3分鐘 增加到2.7分鐘一班 有信心可以疏到乘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就說 港鐵會增加特別班次 我都是間中都會搭鐵路的 譬如說我下班在金鐘站過九龍 那很多時去到站台 是需要見到很多人 也都要等兩三班車 但是大概兩三班車之後 就會有卡的列車是沒有人的 是走來這個金鐘站 是將所有在輪候著上車的市民 一批地送上歸程回家 我相信日後在東鐵線 都會用同樣的做法 在繁忙的路段裡面 港鐵公司會因應交通狀況 市民出行的需要 是調動短程的列車 去接受市民出行的 不過有議員就擔心乘客會逼爆東鐵線 說港鐵未必可以消化早上繁忙時段 突然多出來的巴士客 又批評港鐵估算九卡車 最高每個小時載客量8萬是高股 最多只能載6萬人 而2027年 股動站落成又會多11萬名乘客 到時只會更加難上車 至於城製直通車未來會不會取消 港府說因應內地高鐵網絡發展 港府、港鐵和內地相關部門 已經檢視相關安排 適時會再公布結果 東網記者林豪傑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